我把刚画好的平安符递给对面的男人 他小心接过收好 弯腰从地上的包里拿出五万现金 恭敬地码在我面前的桌上 大师,这是酬劳 我点点头,等客人走了 准备把钱放起来 爸妈,我们好像来得不是时候 打扰到妹妹接客了 都怪我,要不是我 妹妹也不会沦落到这样的地步 傻孩子,怎么能怪你 快别哭了 你一哭,妈妈也想哭 我抬头看向门口 陆母正把陆珍珍搂在怀里哭 陆珍珍看着我 眼神里闪过一丝得意 但她肩膀上有几团黑气 印堂更是黑的相末 我又看向陆父和陆母 他们两个身上的黑气淡一些 应该只是被陆珍珍影响了 想到顺手解决一下 也能攒点功德 我把手伸向陆珍珍的肩膀 只是还没碰到 陆父就一脸紧张地把推开我 宋兰青 我知道你嫉妒你妹妹 可她虽然不是我们亲生的 也是我和你妈亲手养大的 你怎么能打她 陆母一听 紧张地把陆珍珍护在身后 痛心疾首地看着我 兰青 你要恨就恨我和你爸爸 你妹妹是无辜的 你不能打她 我皱眉看向她们 我没有要打她 我是看她肩膀上有邪碎 想帮她除一下 陆母更激动了 邪碎 没想到你做不正经的工作就算了 还满口谎言 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陆珍珍哭得更厉害 妈 你别怪妹妹 是我抢走了妹妹本来的生活 害得她只能卖身 陆珍珍挽住陆母的胳膊 陆母紧紧搂着陆珍珍 还是我的珍珍懂事 谁告诉你们 我是在卖身 我冷眼看着她们 又指着桌上的朱砂 你家卖身用这个 陆父和陆母 看到桌上的朱砂 有些犹豫 陆母 这 陆珍珍怯生生地看着我 妹妹 我听说你们这个行业 会用朱砂做成鞋 假装第一次 听姐姐一句劝 别再做有损陆家名声的事了 陆父一听这话 伸手就把我的朱砂 打掉在地上 宋兰青 你要是还执迷不悟 就别想回陆家 我看着花大价钱买来的朱砂 撒了一地 气笑了 我本来也没想回陆家 陆父和陆母愣住了 陆母伸手过来 要拉我的手 蓝青 你爸 他不是那个意思 你是陆家的亲生女儿 我们就是来接你回家的 但是你别再 做不正当的工作了 我避开他的手 不再理他们 转身就要进去 师父从里屋出来 和他们一起回去 我惊讶地看着师父 师父一脸严肃 低声说 你每天窥探天机 想不被反噬 必须在亲生父母身边 待够七七四十九天 就这样 我拎着一包 平时常用的工具 坐上陆家 开过来的豪车 陆母想开口和我闲聊 想了又想 才找到话题 刚刚那个男人 你和他分手吧 妈妈找熟悉的太太 给你介绍一个年轻的 像是怕我不同意 他又努力露出微笑 咱们家门当户对的 男孩子可多了 你要是一直在家里 早就 陆母似乎是觉得 自己有些失言 看了陆珍珍一眼 陆珍珍垂着头 一副委屈的样子 陆母的话戛然而止 我看着陆母 你是觉得我被调包后 自生自灭 长到这么大的吗 你是看不出来 那个人年龄足矣 当我的父亲吗 陆母愣住了 什么 那个人是收养我的师父 如果不是 他从河里捡到我 我早就死了 陆母听到这话捂住嘴 眼睛里一下涌出眼泪 河里 蓝青 我以为 我闭上眼睛 不再看他 师父说他 是立行去河边 练功的时候 看到我从上飘下来 已经冻得发青 要不是他从师祖那儿 学过一些医术 我根本活不下来 车里响起陆母哭泣的声音 陆珍珍连忙给陆母讲笑话 很快把陆母哄得破涕而笑 车里很快又响起 他们的欢声笑语 到了陆家别墅 我拎着我的小包刚进门 就有一个小男孩跑出来 撞在我身上 险些把我撞倒 坏女人 珍珍姐姐才是我的姐姐 推完我她还不解恨 又来踢我 一边踢一边骂我 珍珍姐姐是我们家的小公主 你别想取代她 你这个小偷 我抓住她的衣服 把她拎到一边 再说一遍 谁是小偷 小男孩一边挣扎 一边扑腾着想踢我 就是你 你这个和珍珍姐姐 抢爸爸妈妈的小偷 后面进来的陆珍珍 连忙跑过来 从我手里拉走小男孩 一脸歉意地看着我 妹妹 燕燕还小 你别跟她计较 我扫她们一眼 不想理她 陆珍珍看着我 欲言又止的 等陆父陆母进来 她才试探地开口 蓝青 要不你做个体检吧 燕燕才五岁 你要是有什么病 我冷眼看着她 毕竟你每天接触的 都是那样的人 陆父一听也点点头 珍珍说得没错 我跟医院打个招呼 你现在就去做体检 体检报告出来之前 别接触燕燕 我摇摇头 不用了 我最后再说一次 我没干什么不正当职业 我在你们家 就住一个多月 到时候会自动离开 我也不会在你们家吃饭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和我接触 但我必须每天回来睡觉 到时候 请你们避开我 至于我走以后 房间里的东西 你们想扔了烧了随意 带我回房间吧 见我冷着脸 陆母有些愧疚地 拉住我的胳膊 蓝青 你爸爸和珍珍 都没有恶意的 艳艳他从小身体不好 所以我们对他 一直很小心 我低头看向他 拉着袖子的手 我知道了 带我去房间吧 陆父突然把陆母 从我身边拉走 大喊一声 沉妈 把他带到房间去 陆母转身看我 陆父拽着他就往里走 你别理他 动不动就要走 以为能威胁谁 想走就走 当年 报错是个意外 我们又不欠他的 说完他又扭头 喊陆珍珍和陆艳艳 珍珍 艳艳 你们也走 别理他 陆珍珍嘴角 微微翘起 又很快压下去 陆艳艳得意地 冲着我做鬼脸 只是他们都看不到 陆艳艳比陆珍珍身上的 黑气还重 只怕是活不了几天了 陆母说她从小身体不好 这黑气应该有些年头 我微微皱眉 我是不想管陆珍珍 但既然看到有人对小孩下手 放任不管有违失讯 还是得去查查 陈妈小跑过来 站在我面前 眼里闪过一丝怨毒 我发现 陈妈竟然就是陆珍珍的亲生母亲 身上冒着和陆珍珍同样的黑气 我看向走远的一家四口 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 陈妈把我带到房间 是一个很小的房间 光线也不好 大小姐的钢琴房 练舞房 先生的茶室 书房 夫人的瑜伽房 小少爷的玩具房都不能动 只能改储藏室 陈妈嫌弃地看着我 储藏室原来放的好多东西 都没地方放了 不过二小姐 你应该也没住过这么大的房间吧 毕竟你不像大小姐一样 金尊玉贵的 我把包扔在床上 看向陈妈 这个差点把我害死的凶手 竟敢在我面前嚣张 真不知道谁给的她胆子 我冷笑一声 伸手在陈妈面前打了个响指 陈妈突然掐住自己的脖子 开始惊恐地尖叫 不是我干的 不是我干的 别来找我 她又开始疯狂抓自己的脸 抓得脸上血痕一道一道的 从我房间跑出去了 我用的是一个简单的小法术 会让人想起最害怕的事 看她这样子 造了不少孽 第二天 我拎上我的包出门 路过餐厅 陈母叫住我 喊我吃早饭 我看向低头吃饭的陆父 陆珍珍和陆燕燕 摇了摇头 但刚要走 被陆珍珍叫住 站住 蓝青 你到底怎么下得沉吗 她到现在还躲在房间里 不敢出来 谁知道她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我看向走过来的陆珍珍 倒是你这么关心她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才是你亲妈 陆珍珍神色微变 有些心虚 你胡说什么呢 陈妈把我从小带到大 我当然会关心她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冷血 不念亲情 我伸手掐住陆珍珍的脖子 你配说这句话吗 陆珍珍惊恐地瞪大眼睛尖叫 我的手又收紧一些 突然被人用力拉开 我抬头一看 是陆父 陆父抬手就是一巴掌 宋蓝青 你太过分了 你怎么敢打珍珍 陆母跟过来 蓝青 爸爸妈妈把你接回来 是想你和珍珍好好相处的 陆燕燕也跑过来 又踢我 我拎着她的衣服把她放到旁边 看着陆父陆母笑了 你们就不问问她对我说了什么 陆母沉默了 陆父瞪着我 不管她说什么 你都不能打她 没人叫过你基本的礼貌吗 我摇摇头 我无父无母 当然没人叫 陆父抬手又要打我 我侧身闪开 静止出门去 只是出门前 我瞥了一眼陆燕燕 她身上的黑气更深了 我出去给别人看风水 我一天只接一单 所以现在处理的都是之前预约的单子 这个客户给钱大方 我就多给她讲解了一会儿 回到家时 陆父陆母陆珍珍坐在沙发上 陆父冷冷地看着我 陆珍珍一脸幸灾乐祸 跪下 陆父大声喝道 我不理她 拎着包要进房间 累了一天 我只想休息 给我按住她 话音刚落 一群庸人冲上来 把我按在地上 我被迫跪在地上 陆父走到我面前 抬手就是一巴掌 我被打得耳朵嗡嗡的 都跟你说了 让你别接触燕燕 燕燕现在生死未卜 要是出了事 你和她一起死 陆燕燕出事了 我仔细一探 果然她的气息 现在非常微弱 怎么会这么快 我早上出门的时候 看着还能坚持几天的样子 我可以救她 我努力要站起来 但陆父又是一巴掌 住嘴 你能救个屁 就是你今天碰到她 才把你身上的病毒 传给她的 给我把她关进房间 不准出来 佣人们抓着我 就要把我带走 我凝神运气 正开他们 快步跑向陆燕燕房间 刚跑到门口 就被人拽住衣服下摆 我扭头看到 是陆珍珍 放手 陆珍珍紧紧抓住 我不放开 蓝青 你不能进去 医生正在给燕燕治病 你进去会打扰到他们 我用力一推 陆珍珍跌倒在地 混账 你怎么敢推珍珍 陆腹跟在后面 冲着我咆哮 但我已经顾不上她 陆燕燕现在只剩一丝气息了 我推开门 一个医生打扮的人 坐在陆燕燕床前 手放在陆燕燕心脏处 陆燕燕身上微弱的生气 正源源不断地流向那个医生 我要是再晚来一会儿 陆燕燕就真死了 我伸出手捏了个绝 让陆燕燕流走的生气 从那个医生身上再流回去 陆燕燕脸色逐渐有些好转 医生的生气往陆燕燕身上流的时候 她意识到不对劲 抬眼看到我 眼里满是杀意 她一个飞身过来 就要掐我脖子 我躲开她抬脚就是一踹 把她踹倒后踩在脚下 陆父 陆母和陆珍珍 目瞪口呆地看完我一套 行云流水的动作 我看向他们 找个绳子把她捆起来 陆珍珍走到我面前 蓝青 张医生是我专门请来 给燕燕看病的专家 你怎么能打她 还不快放开她 我叹口气 以手为笔 用灵力给地上的医生 画了个定身符 本来想省点灵力的 把医生踹到墙边 我快步走到床前 把手放在陆燕燕心脏处 放开我 你这个坏女人 陆燕燕挣扎 我用力按住她 闭嘴 陆燕燕张嘴就要哭 我另一只手指着她 不许哭 她张了一半的嘴僵住 要哭不哭的 妹妹 燕燕还小 你要是有什么不满意地 冲着我来 陆燕燕说着又要过来 陆母眼泪流下来 蓝青 你要什么都可以 要整个陆家 我们都给你 不要伤害燕燕 你求她干什么 赶紧报警 把这个孽障抓起来 我们陆家 真是倒了八辈子 没有这种女儿 陆父拿出手机 就要打电话 吵死了 我伸手给她们 全部画上定身符 这样她们可以看到 但不能说话 陆燕燕看到她爸妈和姐姐都动不了 也不敢再反抗我 我板着脸 面无表情地继续给她传输灵力 渐渐地 陆燕燕身上的黑气越来越少 气息越来越正常 她之前苍白的脸明显变红润了 彻底帮她把灵气洗完 我收回手 陆燕燕却伸手抓住我的手 让我再放在她心脏的位置 好暖和 姐姐别走 我愣了一下 抽出手 你已经好了 陆燕燕撇嘴又想哭 看了我一眼忍住了 我想了想 伸手给她戴上一串手串 有这个手串在 普通的邪碎 再也不能进她的身 事情已了 我解开陆家三人的定身符 陆母立刻扑到陆燕燕身边 燕燕 你怎么样 没事吧 陆燕燕摇摇头 指着心脏 姐姐把手放在这里 燕燕好舒服 陆母略带歉意地看着我 对不起兰青 妈妈错怪你了 我还没说话 陆父大喊一声 来人 给我把他抓起来 装神弄鬼的 你妈和你弟弟相信 我可不相信 陆母看向陆父 老公 兰青真的治好了燕燕 你别替他说话 我今天就要好好教训 这个不孝女 陆父说着就要打我 我无奈 只能又把他定住 陆父伸着手 定成一个雕塑 你是瞎还是傻 你一个总裁 难道是猪脑子 我伸手指着地上的医生 这个医生是在害你儿子 要不是我来得及时 你儿子现在都没了 陆燕燕都比你聪明 连她都知道 我没有害她 你们还是查查 这人哪儿来的吧 没想到 我说完这句话 陆母就看向陆珍珍 但沉默了 我一下就懂了 原来这个假医生 是他们的宝贝女儿找来的 看陆母的样子 也不打算追究 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给陆父解开定身符 我准备离开 陆珍珍叫住我 蓝青 你不能冤枉我呀 张医生是专业的儿科医生 怎么可能有问题 陆母也说 是啊 蓝青 你是不是弄错了 张医生确实不是骗子 我带燕燕去过她工作的医院 再说 珍珍是燕燕的姐姐 怎么可能害她 我无语地看着他们 因为这个人 她根本不是张医生 她已经换心了 再说 陆珍珍又不是陆燕燕清洁 为什么不可能害她 你们就那么相信她吗 陆珍珍哭得梨花带雨 妈 燕燕也算是我带大的 我怎么可能会害她 陆母也哭 蓝青 是不是有误会 珍珍虽不是我们亲生的 但和燕燕感情一直很好 陆父张嘴就骂我 你现在真是什么鬼话 都说得出来 赶紧给我滚回房间 跪下来 好好反省 我扯一下嘴角 不用了 时间到了 我该走了 我发现 人无语的时候 是真的会笑的 说完我看都不看他们 静止往外走 姐姐 我要跟姐姐回家 陆燕燕在后面喊 我脚步一顿 听到陆母说 燕燕乖 这里才是你的家 一直到我走出大门 都没有人挽留我一句 我自嘲得笑笑 看来我又被抛弃了一次 不过我还挺习惯的 我回到自己家 一进门 就被师父劈头盖脸骂一顿 我真是白教你那么多年 一个道行那么浅的小姑娘 都解决不了 我躺在她平时爱躺的躺椅上 吃她的花生米 喝她的酒 我那不叫解决不了 我是懒得管好吗 你要是无聊 你去把它解决了 老头被我气得吹胡子瞪眼的 陆珍珍确实懂一点法术 但也就一点而已 我也是真的不想管 人家又不相信我 我为什么要吃力不讨好 给陆燕燕输了太多灵气 导致我虚弱了好几天 又被老头嘲笑一番 恢复过来后 我重新开始快乐地接单生活 我最近在客户里口碑不错 水平高服务好 价格直线上涨 赚得盆满钵满 这天 我去看客户家 帮他看看 小孩是不是惊着了 说是小婴儿没日没夜哭了好几天 我一看 还真是 是个不大不小的邪碎 待我解决完 小孩立刻咯咯笑 客户感动得热泪盈眶 只差没给我跪下 给钱的时候 他说 宋大师 我有个朋友 最近家里频频出事 您看 我可以把您介绍给他吗 我把钱装进随身带的大包里 具体什么情况 他家之前还好好的 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 公司破产 男的摔断腿 女的查出癌症 儿子痴痴傻傻的 一家子要走投无路了 我眉头一皱 这是惹了什么东西 全家都变成这样 客户继续说 他家姓璐 以前在咱们这儿也挺有名的 姓璐啊 我给璐燕燕带了手串 按理说他不应该会出事的 可能他摘下来了吧 我淡然一笑 那你不用介绍了 他们不相信我 说完我转身就走 客户还在后面念叨 这么专业的大师 陆家居然不相信 只是我刚到家坐下 陆家人自己找上门了 大师就是他 陆珍珍伸手指着我 旁边一个带道袍 手拿罗盘的人 嘴里几里呱啦的 威严地看着我 没错 此女已被斜碎附身 下一秒 我被泼了一身腥臭的东西 我抹开脸上的东西 放在鼻子下面一嗅 是攻击血 正要站起来 眼前的大师 在我身边 撒了一圈糯米 又拿出一柄桃木剑 对着我一通乱笔划 笔划完 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冲着旁边喊了一句 可以了 腿上打着石膏的陆父和陆母 从旁边探出身来 见我一动不动坐在椅子上 松了一口气 就是此女吸走了 你们家的好运 才让你们家这么倒霉 大师巨傲地 看着陆父和陆母 等老夫把他的血放出来 你们就能恢复运气 陆母有些担忧地 看看我 又看向陆父 老公 放血 放多少血呀 蓝青毕竟是我们的孩子 不能影响到他呀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想着他 他有没有想过 我们一家人 艳艳现在可是连幼儿园 都去不了 陆父拉住陆母 看向大师 动手吧 陆珍珍一脸得意地笑 一段时间不见 他身上的黑气更深 笔墨还浓 罪孽又深了一些 大师手里的陶木剑 换成一把刀 举着刀就向我刺来 我腾空而起 把大师手里的刀 踢掉在地 大师茫然地看向四周 我落在他面前 来之前也不打听 打听你姑奶奶是谁 雕虫小记也敢在我面前 搬门弄斧 大师要去捡地上的刀 我抬腿一踢 大师被我踢到墙上摔下来 你既然没事 为什么要装作被我控制了 大师呲牙咧嘴地哀嚎 看猴戏啊 陆珍珍一听 脸色瞬间变了 蓝青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 说着他又开始抹眼泪 你别怪爸妈 那天你从家里离开后 家里所有人都变得很倒霉 爸爸骨折 妈妈得了癌症 艳艳傻了 就连公司也破产了 我们也是没办法呀 大师说 只有你的血能救大家 你就帮帮忙吧 我冷笑一声 谁说家里所有人都很倒霉 你不是挺好的吗 陆珍珍愣住了 半天没说话 陆父看向陆珍珍 蓝青说得没错 陆家倒霉成这样 你怎么没事 当然是因为 这一切都是他干的 陆珍珍已经快收网了 到时候你们都得死 我一说完 陆父和陆母都待住了 陆父抬手 对着陆珍珍就是一巴掌 我陆家哪里亏待你了 你要这么害我们 珍珍 蓝青说的是真的吗 陆母眼泪瞬间涌出来 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陆珍珍 爸爸妈妈从小把你养到大 燕燕把你当亲姐姐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 陆珍珍委屈地捂着脸 我没事 是 是因为我不是你们亲生的呀 说着她放声大哭起来 爸爸妈妈 我也想和你们一起承受痛苦 可我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大师说了 蓝青只能从血亲身上获取气韵 大师连忙蒙点头 大小姐说得没错 又指向我 她能夺取你们的气韵 就是因为你们有血缘关系 你们很快就会全部变成她的养料 陆父听得眉头紧皱 拖着她骨折的腿向我走过来 宋蓝青 你敢骗我 到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这次真的是怒了 直接伸手画了一个符 把他们都轰出去 我解释个毛线 一群傻子 你们就等着被你们的心肝大宝被吸干吧 都滚 我又画了个符让他们进不来 才安心去洗澡 一身攻击血还怪恶心的 陆家人根本不相信我 反而陆珍珍说什么 他们都信 那他们是死是活 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强行介入他人的因果 也是会遭反噬的 只是这天我处理完一个单子出来 却看到有一处的天空特别黑 空中形成了一个漩涡 很快 漩涡越来越大 甚至开始电闪雷鸣 不好 有大事 我连忙用了一个移动符 迅速到达漩涡中心 等到了地方 我无语了 漩涡中心居然就是陆家别墅 那应该是陆珍珍在进行他最后的步骤了 想到那几个人的态度 我准备离开 一只小手抓住我的裤脚 我低头就看到陆燕燕 她如今有些呆呆傻傻的 对着我傻乎乎的笑 姐姐 妈妈 想到陆燕燕和陆母也曾 对我释放过一点善意 虽然只有一点 我拎起陆燕燕跨进别墅 但刚进别墅 陆燕燕就颤抖得牙齿搁直响 这套房子里现在冷得像冰窖 不知道陆珍珍进行到哪一步了 我在门口画个圈 让陆燕燕待在里面 自己进去 里面的景象让我惊呆了 原本放着家具的客厅中间 画了一个巨大的圈 陆珍珍坐在圆圈中间 满嘴是血 保姆陈妈 也就是她亲妈躺在她旁边 只是上次见到陈妈 她还是个普通中年人 今天已经是满头白发 身体像被吸干了一样 只剩下皮包着骨头 死去多时了 圆圈里画着复杂的图形和符号 陆父和陆母抱在一起 瑟瑟发抖 陆珍珍用的是禁术 她要把今天在场的人全部献祭 把所有人的气运全部转给她 陆珍珍眼睛只剩眼白 死死盯着陆父陆母 伸手就向陆母的脖子抓去 我手一挥 陆珍珍被我打得向后扬倒 一口鲜血吐出来 陆父看到我 立刻向我爬来 蓝青 你来了 救救爸爸妈妈呀 珍珍要杀我们 我不看她 快步走到陆珍珍面前 陆珍珍双眼突然变得心红 从地上弹起来 就向我飞来 不对劲 陆珍珍看着有点不正常 我伸手用气挡住她 一边迅速打量四周 在墙边看到 上次那个给陆艳艳看病的张医生 躺在远一点的地方 和陈妈一样 成了人干 那个东西又换身体了 现在在陆珍珍身体里 我挥掌就是一个重机 陆珍珍再次躺在地上 这下她的眼睛重新变黑 有一些迷茫 看来陆珍珍本人 还有几分意识 但很快 陆珍珍眼睛又变红了 她再次弹作起来 指甲突然变长 伸手刺向我的眼睛 就在她要抓到我的时候 我左手抓住她的手 右手把她指甲全部折断 陆珍珍瞬间痛苦地嚎叫出声 我又掐住她的脖子 在她头上用力一敲 大喊一句 出来 有个东西出来了 我把陆珍珍摔在地上 抓住那东西 直接把它撕碎 陆珍珍浮在地上 止不住地吐血 房子里的温度瞬间升高 天色也变亮了 我解开陆燕燕的封禁 陆燕燕傻呵呵地跑过来 拉着我的裤腿 陆腹爬到我面前 跪下来向我磕头 蓝青 爸爸错怪你了 爸爸不该相信你 陆腹使劲磕几个头后 指着陆燕燕 你能不能帮你弟弟恢复正常 他还这么小 不能傻一辈子啊 我冷冷地看着地上的陆腹 我走之前 给过他一串手串 可以保他不被伤害 手串呢 陆腹一听 猛然瞪向陆珍珍 手脚并用 爬到珍珍旁边 掐住他的脖子 是你 是你说蓝青给的手串有问题 我们才给燕燕取下来的 你为什么要害燕燕 陆珍珍边吐血边笑 你们为什么要去找亲生女儿 为什么不能只有我一个女儿 我们四个才是一家人 她突然极度怨恨地看着陆燕燕燕 她怎么能喊宋蓝青姐姐 她的姐姐只有我 陆家的女儿只能是我 陆腹对着陆珍珍就是一巴掌 掐着她脖子的手越收越紧 陆珍珍逐渐开始咳嗽 一直坐在旁边喘气的陆母 听到这话 上前使劲锤打陆珍珍 所以我的癌症也是你害的 就算我把蓝青找回来了 难道对你不好吗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陆珍珍哈哈大笑 你凭什么想我和她都要 你只能选我 只能选我 所以你早就开始布局了 陆母震惊地看着陆珍珍 没错 从我听到你们要去找亲生女儿的时候 陆母一巴掌扇在陆珍珍脸上 陆珍珍倒在地上 陆母泄恨似的一巴掌接一巴掌 打完 陆母哭着求我 蓝青 我们都知道错了 你能不能帮帮我和你弟弟 我叹口气 你们被影响的时间太长了 我就算帮忙 你的癌症也消失不了 只能多活几年 说完 我又看向陆艳艳 她也恢复不到之前 只能当个不聪明的正常人 陆母无脸痛哭 我真是养了个白眼狼 我转身准备走 陆珍珍向我扑过来 宋兰青 你趁着我施法打断我 坏我好事 我要杀了你 我侧身躲过 陆珍珍摔在地上 愤恨地瞪着我 要不是你 我现在已经成功了 我会拥有财富 名声 拥有一切 都被你毁了 我低头看向她 你想多了 那个东西只是想抢你的身体 运用你抢夺别人的气韵 再用你的灵魂 帮她承受尽数的反噬 陆珍珍瞪大眼睛 猛烈摇头 不 不可能 我冷冷地看着她 你被骗了 她一直在利用你的贪婪 让你献祭你的一切 包括你的亲生母亲 陆珍珍看向角落里的陈妈 不可能 你在骗我 我会拥有一切 陆母听到我的话 疑惑地问我 亲生母亲 我指向陈妈 陈妈就是她的亲生母 当年我们两个不是报错 是陈妈故意缓的 陆母听到我的话 整个人如遭雷劈 半晌 她用力抓自己的头发 怎么会这样 我竟然引狼入室 害了自己的女儿 害了我们全家 陆母哭得几乎要晕厥 陆父对着陆珍珍拳打脚踢 把对陈妈的恨都发泄 在她身上 你这个丧良心的东西 我打死你 陆珍珍很快被打得鼻青脸肿 别打了 打死了 你要去坐牢的 我开口制止了她 陆珍珍会受到反噬 没几天好活了 陆父听到坐牢 果然助手 她看向我 蓝青 现在误会都说清楚了 你回家吧 陆母也看向我 是啊 蓝青 一切都过去了 你回来 我们一家四口好好在一起 我摇摇头 伸手在空中 给陆母和陆燕燕 一人画了一个符 陆燕燕眼睛变得清明 她抱住我 我要姐姐陪我 我轻轻拉开她 看向陆家人 我该回家了 后会无期 说完 不管他们在背后怎么喊我 我头也不回离开陆家 我心里明白 如果不是陆珍珍出事 他们依然不会高看我一眼 有些人父母原浅 不能强求 手机铃响 我接到客户电话 大师 我家祖坟好像出问题了 我掐纸一算 又有大事 我马上来